比較簡單的就自己看好了 開新的Comp 960540 我把格數降一下 降到24好了 就是少一些 就還少一些東西它跑起來比較順 然後這個總長是5秒 OK 新增一個solid 新增一個solid 然後這邊的現在特效老樣子一樣是這個 Red Giant Trapcode Particular Particular套了以後呢 現在回到這裡來看 就這邊有一個 Imitter Type Imitter是英文的意思是分子發射器 分子發射器 把它改成OBJ 就是模型 但是我覺得現在新的版本 我不知道它是叫什麼 我們看一下 它的Designer 先點一下 Designer設計師 這邊先收起來它的Preset OK 那你可以看到第一個是Imitter Type 再點它一下 分子發射器呢 本來是點把它改成模型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個時候 它舊的版本寫的是OBJ 新的版本寫的是3D模型 3D模型 那3D模型選了以後 再來是選模型 所以這邊有一個Choose Model 這邊是它內建的 內建的模型 那你現在根本看不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它的分子發射器動太快了 所以這邊要把它的分子發射器的速度調慢 Velocity降到10好了 有沒有看起來就比較看得出來是一顆星 可以旋轉有沒有 那模型可以再換 Choose Model 嚇我一跳 我以為它又要當 我現在選一個人頭 分子可以讓它每秒噴發多一點喔 對啊就看得出來是顆人頭 好趕快降一下 因為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當機 對啊太害怕了 這邊就是分子的數量 然後這邊是剛剛講那個Velocity加速度 加速度把它調慢 不然你看不出來模型長什麼樣子 然後這邊是調那個分子發射器的大小 所以這邊Alt加Tab回來 分子發射器的大小是 在哪裡啊 我這邊 imiter size SYZ 它可以分開來了 SY跟Z可以分開來 也可以就是合在一起一起調 等比例縮放 所以這邊就可以直接調整 好 Order Tab 再回來 再來我們現在就準備要匯入模型檔喔 這個模型檔 OBJ檔在哪裡呢 這個先畫面縮小一點 它這邊是有一個模型 是這個馬的模型喔 然後它是24格 所以是0到23的OBJ檔 它每一格都是一個獨立的模型 但是就是馬 跑動的時候 每一格不同的姿態喔 那 模型檔是在最下面 直接拉到下面去找 這邊有一個 Horse OBJ Lotus就不用了 蓮花是前面的範例 那點下去應該它就可以下載了吧 可以對 所以在桌面存檔 吧吧吧吧吧 呃 這邊先關掉啊 關掉 OK 再關掉 再關掉 我現在就是去找 欸 它還沒有下載完了 不會吧 啊 不會吧 什麼時候 欸 我把這個停了 它就突然變成完成了 對啊 所以這個 Horse 結 壓縮全部 結壓縮 所以這邊就是一堆檔案 那這個檔案呢 現在要回進來 到專案視窗 右鍵 import file 我會不會現在講太多 不會 OK 現在選這個檔案 蛤 會嗎 會的話跟我講 蛤 不會不會 OK好 這邊現在先 會入 所以它是一個連續檔 你可以看到這樣子 因為看起來就是好幾張圖片的 所以它是連續的模型檔 好 那連續的模型檔 這個時候好像應該是要拉下來 拉下來 拉下來以後 它反正長這樣子 先不要管它 呃 噢 它要扯到另外一個模型 另外一個軟體 對 對啊 我現在才發現 是不是要 欸 要嗎 我忘記了 我忘記要不要了 等一下 好 現在先把模型拉進來 對 然後下一步是這裡要選 OBJ模型 OBJ模型 然後選Horse OBJ 好害怕 選到這邊 這個Solid 去Effect Control 去找 它的 Image Type 應該是 模型 3D模型 然後3D模型呢 要選哪裡呢 Choose Model 我還需要Choose嗎 我需要A的New Model 可是它已經進到圖層裡了 我看一下喔 噢 這邊可以直接選 3D Model 這個地方可以直接選 3D Model 3D Model 3D Model Model 我剛剛有看到Model image 所以這個Model 應該是下面那個Horse 我這個眼睛怎麼還在啊 眼睛可以關的嗎 我不會看啊 有 看不出來是一隻馬吧 所以這邊我們把它的那個 分子發射器的 Velocity 加速度降到1好了 然後這邊攝影機其實可以加一台 我先做到這裡喔 就新增一個攝影機 CAMERA 這個攝影機是 50mm OK可以 這邊的攝影機 這邊的攝影機就旋轉一下 對它是一隻馬 沒有錯 但是它這隻馬呢 每秒的分子發射器呢 你要調多一點 你看 所以它跑起來是長這樣 Ga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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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配音 真的是馬的 真的是媽的 媽的 對 好 畫面給大家還給你 先錯字 是馬 我確定是馬 這隻是一隻馬 這隻是一隻馬